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订阅 李宗盛 订阅 二战 最后一期 你知道 小伙伴者的Acad 一次 喝一下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妈妈在拖着嬰儿的时候 胎缓分泌的生长激素过多 令到胰岛素发挥不了作用 导致血糖升高 所以就容易引起任神糖尿病 为了不影响嬰儿的发育 我们一定要小心地监控病人的血糖 但通常在嬰儿出世后 病人的血糖一般都会回复正常 所以不用太担心 仰师,医生说有血糖高 叫我戒口,那我应该怎样戒? 你现在患了任神糖尿病 如果吃得太多甜的东西 和碳水化合物的东西 会令到你血糖升高 或者我教你食物方面的选择 和饮食的份量 帮你控制血糖 那会不会很多东西不能吃? 放心吧,我会根据你的需要和饮食习惯 编制一份你的餐单 有些食物你真的要避免 但有些食物你注意份量就可以了 但我担心嬰儿不够营养 如果你根据我的建议 应该有足够营养给嬰儿了 另外,如果你学会了刷手指 如果你询血糖的话 回来复诊当时 带来你的血糖报告给我看看 让我看看你的饮食有没有需要再调整 令你的血糖控制得更加好 好,谢谢你,营养师 不用客气 打针?打到我的肚子里 我的嬰儿会不会有事? 你放心吧 我们的身体懂得制造和分泌原导素 只要教育份量就不会影响嬰儿 我很怕打针,不打针行不行? 因为你现在有嬰儿 打针比食药安全 所以为了你和嬰儿还是打针好些 嗯 如果孕婦不可以用饮食习惯 去控制妊神糖尿病的话 可以使用口服的抗糖尿病药 不过打二岛素针 仍然是目前临床数据里面 最有效和最安全的药物 但妈妈就要每天进行多次的皮下注射 太太,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 这样对嬰儿不好 我都知道 但医生说我有任神糖尿病 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哦,任神糖尿病 你不用太担心 主要控制好血糖 你和嬰儿都没事的 医生也是这么说 但医生说我要打二岛素针 我不想打针 打针不痛的 我不是比你更惨 我有二型糖尿 还要定期见医生 和临床心理学家 那你怎么适应 我又不是有精神病 为什么要我来见临床心理学家 哦,医生知道你最近要打针 怕你不适应 所以想我跟你一起谈一下 看看如何跟好医生和营养师的治疗 哦,原来是这样 那会吓得我 不过说起来又说 这个病令我很烦 无论吃、做事、医药费 哎,令我心都烦了 是啊,一个人长期受太大压力 对病都不好 所以我会用认知行为治疗 帮你调整一些想法 再支援好情绪 对病都会好些 都没用了 连医生说这个病都没得断尾 哎 没错,糖尿病是长期病 的确未必可以断尾 但是你经常愁眉苦面 对自己的病都未必有好处 反而你积极面对的话 还可以过回健康正常的生活 那也是 反正都没得改变了 不如听你说 尝试去接受它 哦,原来你好像这么严重 是啊,所以你跟宝宝也要振作点 我知道了 为了宝宝 我会振作的,多谢你啊 姑娘,我知道做运动 对我的糖尿病很有帮助 但一旦我有膝骨痛 那有什么运动 可以适合我做呢? 嗯,其实你可以试试走平路 踩一件新单车 游泳水 或者做一些柔软体操 其实都对你很大帮助 不过呢,一些高撞激性的运动 好像跑步 又或者一些弹跳的运动 好像跳性那样 这些都尽量不要做了 咦,姑娘,我平时有什么不能做的? 好像蹲下啊,走楼梯啊,走斜路 这些就尽量不要做了 因为会伤害到失关节的 另外,要注意糖尿病人 做运动时候的安全守质 哦 最重要了,做运动之前 记住要测试血糖的指数 禍高或者过低 其实都不适合做运动的 如果你做运动的时候 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就立刻停下来 你明白吗? 哦,明白 好了,就等我现在教你 一些针对室关节痛的运动了 麻烦你,姑娘 不用客气 MING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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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参加了百段感班 你觉得怎么样? 刚刚才学完了 整套运动,连热身 我都用了二十分钟左右 由简单又容易学 現在我每天早上都有做的 那就對了 其實只要我們改一下日常生活的習慣 就可以消耗多點體能 我又沒有上班常在家 怎樣消耗 其實只要我們做一個小時的家務 或者外出的時候 盡量多走一些路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 對,今天我們做一個定期的感覺評估 看看神經線有沒有受傷 好,謝謝姑娘 不用 讓我幫你檢查雙腳 好,謝謝 我每天都有檢查雙腳 看看有沒有傷口 洗澡後又塗潤膚膏 你現在雙腳的皮膚質地都好了很多 枕枕都沒有那麼厚 對,我每個星期都用頭水斜磨一下 你們教的 現在沒有再用刀片批它了 你做得很好 看看雙腳夾 處理得很好,沒有再剪得那麼貼 對,現在沒有再剪得那麼貼 做得很好 以後都要保持這麼好 知道 姑娘,我朋友送了一雙新鞋給我 你給我看看適不適合我 好 對鞋的設計都不錯 不過你的腳的感覺神經不太好 很容易弄傷都不知道 記得要加一個矯型鞋墊進去穿 才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我今天會先幫你倒下腳帽 準備幫你做個適合的鞋墊 好,謝謝,姑娘 好,不用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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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時候見醫生了 我們明天再談 好,拜拜 希望大家明白到 在治療過程當中 有一大班專職醫療的同事 會支持大家,幫助大家 陪伴大家走這條康復的路 幫助病人在疾病和痛苦之下 都仍然過著有意義和有滿足感的生活 這個就是我們臨床心理學家的使命 我們營養師相信 照顧好你們的飲食 就是為你們的健康打好基礎 化驗師一直致力為病人提供高質素的化驗測試 令病人可以得到快而準的化驗結果 我們職業治療部致力為病人提供優質的服務 令他們可以重整自己的生活 藥劑師會揭成為病人講解藥物 共同討論病人的治療方案 希望病人能得到最佳的治療效果 我們物理治療師 致力提供全面而優質的服務 令病人可以獲得最有效的復康治療 為病人提供正確的足部護理知識 就是我們足病診療師的責任 我們二肢矯形師會為病人提供全面的二肢及矯形服務 希望可以改善病人肢體上的功能 加快他們的復康進度 專職醫療經過多年的發展 已經累積了豐富的經驗 我們整個醫療團隊 包括醫生、護士、專職醫療的同事 都會上下一心 為大家提供一個最好的醫療服務 助理工人 助理工人 感谢观看